我开个车 他也是说我 我刚学会驾照 这开个车 新手上路很正常嘛 我坐好了 然后他就抓着那样 弄得很恐怖 感觉我开车不安全一样 因为真的不安全 我怎么不安全 我也是光明灯大口的驾照啊 我知道 那你开车 我感觉有些安全意识太差了 我跟着导航我能有差呀 人家都说了往右拐 你非得让我往左拐 我听导航的听你的呀 导航说右转是吧 他站着左转端端端到 我说你赶紧左转赶紧左转 他站着左转端端又到 他去右转 那怎么可能去右转吗 你说的左嘴 反正我现在也记不清 是哪个到了 他只为这个事还跟我吵 我就很纳闷 到底是为什么 我为什么 我就觉得他这个脾气俱 就是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 我性格俱 我性格怎么了 我觉得说我这样的人设 别人都很喜欢呀 我凭什么要根据你的意见来 人设 你用了个人设 哎呀 一说人设就有点不真实是吧 不是啊 反正我就喜欢我这种吧 就大大咧咧的 他不喜欢是吧 他不喜欢 因为什么 因为我给他买了很多那些 可能是我比较喜欢 但是我觉得女生 大部分女生也喜欢那种 发卡呀 微博啊 还有小裙子 送给他 他来一句啥 一日抽死了 就这个意思 然后都不穿 一次都没有穿过 我穿这身不好看吗 他非要让我穿个小裙子 那蹦蹦哒哒的 你就在爱我吗 搞不明白 我是爱你 但是我感觉我可以就是更加地爱你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给你买那些东西 我感觉你穿上会更符合你的气质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什么气质 不需要别人来评价 我穿什么 我自己喜欢 我自己开心就行了 我也没有强加 他也说你非得穿哪件哪件衣服啊 而且他这个妆容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这个妆容 他你看他今天是个正常妆 因为他不是自己化的 你知道他平时什么妆吗 直对唇 我感觉我是欣赏不来的 直对唇 那是你太low了 你懂吗 那你说 现在都是欧美 欧美妆咋的了 是不是都挺正常的呀 而且跟小姐妹出去 人家都化妆 你不能缩眼去吧 那多丢面啊 那你跟我在一起 为什么不化妆呢 我跟你有重大场合 算了 咱也没什么重大场合 是吧 我问问啊 女朋友好不好 挺好的 如果说你女朋友 有一个缺点的话 你选择什么缺点 就是跟异性 异性朋友的距离 他掌握不好 咱们 啥意思 我们在一起四五个月的时候 去三亚 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旅游嘛 然后到那里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两个手机 这个事是我之前不知道的 两个手机不正常吗 你听我说呀 两个手机不止 一个手机各一个微信号 我不知道还有另一个微信号 在一起四五个月 我不知道 我两个号怎么了 我是跟别的男生 聊得暧昧了吗 哎 这个歌 是备注叉叉叉歌 哎 老妹出来一起喝酒啊 周六有空吗 哎 说到喝酒 我就更来气了 那是一个 离我们很远的 一个小酒馆 到那里 我们正在唠嗑 突然一个就助唱者 唱歌 他直接站起来 指着那个人说 看 那是我前男友 你看他唱歌好不好听 看他长得洒不洒 人家本来就帅没办法 我在那 我是你男朋友 我知道啊 那就因为我们是一个圈的嘛 然后我们那个圈的人 又刚好认识我前男友 那个酒吧又是刚开的 那谁知道碰见了嘛 那碰见了 那人家到时候 我上个厕所 跟人家嘀咕嘀咕 你看他前男友在这 他还带你领到这 我还不如大大方 跟你说出去 不是 我当时跟你说 我可以了解你的生活 我可以就是说 根据你的喜好 去做一些改变 对吧 那我八辈子倒霉 我碰上了 我能咋说呀 你就这样说 你看我前男友真帅 我现在的男朋友比他还帅 年纪花的是吗 人家都是一个圈子的 都是一个圈子的 是不是 我在你面前诋毁人家 你说这合理吗 那你就可以不计你的朋友 不顾你朋友的眼光 来诋毁我吗 我没有诋毁 当时就是害怕人家说 说不好听的话 让你误会了 我就直接赶紧说了 好 你说的都对 我再不想跟你说这些 马上要毕业了是吧 嗯 但是也不顾我 给我的一个比特เอ 我们下期再见